保时捷右转开进台中中庆路一处巷子里 前方此路不通 他干脆直接停在路中 但你还是影响交通 附近居民打110报警 说有车乱停 警察到场拍照开单进行举发 这地点就在台中中庆路二段122巷内 巷口有知名矿肉饭 变当店 居民说经常有人把车开进这五尾巷乱停 而保时捷则是最夸张 大啦啦停路中 驾驶又不在车上 警方出了通知拖掉车 也依车牌找人 大约一个小时后才联络上车主 但是车主说 我的车不在你说的巷子里 远景再回到巷弄查看 但这时这辆保时捷已经开走了 原来又是挂假车牌上路 警方申请搜索票 直接到疑似车主住处拆牌 台中市警五分局调查 违规驾驶在民国111年 因为酒驾被调扣车牌 因为要两年车牌才会发还 他自称担心长时间 没发动车子容易故障 今年三月到虾皮买了两面 未造号码的车牌 说只开上路三次 但明知开的是假牌 却还敢路中围停 全案也被警方 依使用特种文书罪嫌 含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TVBS新闻赖重荣 洪彩伦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